這個第二輪 第三輪 打莫德納的民眾居多 想要打的 那是不是等到後面 有網友分析說 可能就要打國產 國產當然現在EUA還沒通過嘛 那如果有通過的話 那當然也會讓大家來做選擇 目前抵台的莫德納還有不少 為什麼我們不要 倒多少 然後打多少 那有報導是指說 指揮中心是想要湊起110萬再一次開打 這個考量是什麼 那當然現在困難的施打的計畫裡面 就是因為到貨的時間難以掌握 所以我們要不斷的精算 每一天其實情勢都會有 變化 當然我們的目標 那還是以能夠儘快的施打 為原則 靜態施打為原則 所以我們那時候開放年紀 我們現在 一直呼籲地方政府 像前一段時間大家開的時間 非常的 非常的就是精密 一碎一碎的開 我們希望能夠開得大 大一點 那現在對我們而言 我們現在在用這個預約的系統 醫院登記的系統 也都希望能夠掌握 從這個進貨 當然沒有辦法完全掌握 但起碼能夠掌握 一下意願 那這樣能夠搭配起來會更順暢 那莫得到疫苗 我們到現在 我們自己購買的大概是505萬 劑 捐贈的 美國非常的 捐贈我們這253萬 等於是750萬 755萬劑 那基本上如果每一個人要打兩劑 他可以供375 375萬 左右的人來施打 那一個配合說可不可以混打 那也是要兩劑 那這都要經過不斷的 根據事實上的需要 然後去做一些調配 那只要留下來 就湊成一個整肅 我沒有這樣的想法 這個第二輪 第三輪 打莫德納的民眾居多 想要打的 那是不是等到後面 有網友分析說可能就要打國產 國產當然現在EUA還沒通過 那如果有通過的話 那當然也會讓大家來做選擇